2014年9月18号苏格兰要举办公投决定是不是要脱离大不列颠王国成为独立的国家 历史上苏格兰和英格兰关系很纠结 曾经是敌对的国家也曾经共同拥有一位君主 一直到18世纪初才在争议声中成为同一个王国 即便如此苏格兰和英格兰还是各自保有不同的艺术文化 统一了300年之后的公投将要决定苏格兰未来的命运 整个欧洲甚至是世界的情势也都可能受到影响 苏格兰人重现1314年的班诺克本之战 当时他们以小胜多打败英国军队 不过1707年联合法案通过 苏格兰正式与英格兰合并成为一个国家 成为大不列颠王国的一部分 2014年9月18日苏格兰将进行公投决定是否脱离大不列颠王国 重新恢复主权国家地位 苏格兰与英格兰纠结的关系 可以从西元二世纪罗马帝国建筑城墙说起 北边就是当时被视为画外之地的苏格兰 之后好几个世纪苏格兰与英格兰战争不断 两边虽然曾经有过共同的君主 但是政府各自独立运作 直到18世纪初两国才签署法案统一成为一个国家 不过苏格兰依然保有传统语言 风笛格子群都是当地民族特色 高尔夫球和威士忌也发源于此 和英格兰不同的历史文化 酝酿出苏格兰独立公投的议题 苏格兰收服爱丁堡救国会的终身想起 三百年前国会在这里解散 现在苏格兰有了完全独立的机会 是否真的会和英格兰分道扬镳 整个欧洲局势会受到什么影响 全世界都在关注